非广州航班17人确诊民航局发出第一份熔断指令,美国打折。 网,新年购物神价直播,Seminar V&A,C,Lictuvial Original,建于6月11日南航CZ-3,92孟加拉达卡至广州航班发现17位旅客新冠病毒和酸阳性,根据。 6月4日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有关规定,以触发航班熔断条件,民航局决定对该航班采取融合。